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不知道这个女孩看后会作恨感想 25岁都市女孩相亲要求有多高 但问其他对南方的资产实力要求 女孩开口说出了一个亿的最低标准 在她看来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 资产上百万的人多如牛毛 只有过亿的财富 才能让自己有更安定的生活保障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佳佳始终为之努力着 桌楼的上海外滩上 佳佳身着一身法国高级时装 她正奔赴一场相亲机会 单身的男男女女 在这里进行流水线式的约会 这里不谈演员和感情 把分中人口普查式的访谈 就能把一个人了解彻底 佳佳直截了当地问起对面男士的月薪 当男士说出只有6000块 佳佳没有了继续深入交流的欲望 她告诉对方 自己的最低要求是年薪100万 这话让对面的男士和 主持人都有些震惊 主办方又立刻安排了另一位男士 第二位男士在一家上市公司工作 得知对方年薪只有25万左右 佳佳立刻对她失去了兴趣 转头便想直接离开 她再也不想在这个穷人堆里浪费时间 在她看来 这里的男士与她的诉求相距甚远 自己是来找对象而不是来扶贫的 佳佳报名了另一个大型相亲博览会 这里有更加优质的男性 一位艺术家男嘉宾从众多女嘉宾中选中了佳佳 但佳佳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全职太太 男方50万的年薪还不足以养活她 虽然被拒绝 但男方没有去谴责佳佳的拜金行为 并表示可以理解 毕竟每个人都有对物质的追求权利 而有这样认知的女 性也是越来越多 为此相亲中介的市场也越来越大 一些猎头 机构会专注于帮女性寻找成功人士 同时为妇人筛选理想伴侣 从武官外貌到内在涵养 从学时学历到衣着品位 都有精确的考量标准 刘静便是一名特殊的猎头 只要在街头看到漂亮的女孩子 她就会上前索要联系方式 并承诺有机会会为他们介绍 免心百分以上的优质男性 大多数女孩都拒绝不了这样的话术 猎头们会大量收集上千名候选人 然后精心筛选出20人 在和机构会员建立联系 线下的各种相亲活动 满足不了嘉嘉的诉求 于是她委托了一家机构 希望能通过机构优质的资源 去找到自己理想对象 良好的身材管理企业加职业经理人 这些是嘉嘉对未来另一半的标签 当问起 如果两人的生活习惯有比较大的冲突 怎么办嘉嘉考虑一番后回答 只要经济基础坚实 这些日后都可以去协调改变 在机构的帮助下 嘉嘉得到了一个参加富人们私人聚会的机会 嘉嘉精心化妆准备着 或许是感觉接触到这样的圈子 太过顺利 当问起嘉嘉对于理想伴侣的资产期望 嘉嘉今晚的要求再次提升了一个台阶 晚上的聚会在汤城一瓶举行 嘉嘉身着盛装准时出席 此次一共有10位女性受邀 女嘉宾没有人留表演才艺 其他女孩都有送上精彩的才艺 而嘉嘉确把 今晚的一切赌注都压在了一首歌上 他的期望正如歌时钟唱的一样 只要对方的财力够丰厚 他可以被喂到尘埃里 单独畅聊时间 嘉嘉告诉对方 自己从事金融操盘方面的工作 以后想往企业管理方向发展 但聊到更深入的细节时 嘉嘉却又接不上话题 最终就连电话也没人交换上 没有时间丑上的落寞 嘉嘉又将目光放在了另一名男士身上 这个圈子里的话题都是香槟羊酒 嘉嘉不懂 只能不断点头倾听 并打算以后多花一些精力 研究这些方面 不止嘉嘉这样的年轻女孩有梦想 在上海郊区的城中村 49岁的大姑娘也有着自己的追求 再无金店做销售的赵三 每个月工资不到3000元 单身离异的赵三独自抚养儿子 两年前她和丈夫协议离婚 两人并非感情破裂 起因只是因为丈夫赚的实在太少 没有能力给她买一套遮封闭雨的房子 如今她寄希望于再找一名优秀的男士 帮她实现这个愿望 为此赵三每个月将一半以上的工资 都用来保养 试图在49岁的年纪 竞争过20多岁的小姑娘 美容院经理每次都要亲自接待 并为她进行洗脑 灰姑娘如果没有好皮肤 当然也不会被王子看上 赵三对此也是深信不疑 通过单身相亲交友协会 赵三得到一个参加富人间交友派对的机 会大家通过做手工的环节彼此了解 赵三看上了一个看起来富胎 又成功的男士 他抓住机会 勇敢向对方表露自己的心意 尽管他比对方大十多岁 赵三却认为只要两人心在一起 年龄不是问题 赵三的一厢情愿并没有感动这位男士 对方直接了当地说 40多岁对他来说太老了 有人为了嫁入豪门搅尽脑汁 而有的人却不费摧毁之力 在上海一家高端的会所内 一对新人正聚精会神的听者导师讲解 婚礼上的注意事项 短短一个小时的培训 他们花费了数万元 女孩来自农村 她很幸运嫁给了自己喜欢的人 而刚好那个人又身价不肥 支架上镶嵌的钻石和水晶 彰显着婚礼的奢华 闺蜜们都很羡慕她 找了一个年轻又多金的老公 随着现在生活节奏的加快 工作压力大 越来越多的带领单身男女找不到对象 上海人民公园的长廊上 四十笔张贴着无数的相亲广告 前来规模的 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当地老人 他们替自己的孩子来把关 收入首先要客观 文化程度还不能太低 个子不能太矮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房子 这些不同的相亲方式 将男女女像商品一样明码标价 有些执着的人 甚至将找个有钱对象 当作终身事业 不愿自己去奋斗 这样的价值观实属扭曲 总有一天你会碰到一群不要车不要房 不看长相不看工作的漂亮女人 但是200块钱还是要给的 感谢观看 到了 肯定有尤其是 那边是 感谢观看